新城乡1年1度捕鱼祭 6月1号第一场是在嘉兴部落举行 乡长何礼台向族人们致议 他也表示非常重视阿美族传统文化 乡公所会持续举办捕鱼祭 重视原住民的习俗 新城乡1年1度的捕鱼祭典活动 6月1号在嘉兴部落阿丹农舍办理 嘉兴部落头目陈明峰 少年在齐老部落青年举行阿美族最传统的仪式来进行祭祖 其有华林和津平安 保佑竹人们一年一度能够平平安安 紧接着波罗夫妮们则是忙着油炸着乌公鱼 准备在中午的时候 分享给竹人们以及参与的闺鱼们 相当何礼台表示 上升以来相当重视原住民传统文化活动 在年度的上半年度也是即将下季 是阿美族第一个的传统活动 捕鱼祭正式展开 感念早期祖先的生活智慧 让大家了解捕鱼祭典的文化意涵 今天的捕鱼祭 还有我们葛专业 我们这个补鱼祭新陈香 第一场就在嘉兴村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鼓掌一下吧 因为这个肉太好吃了 看一下 这个200斤各位吃的够不够 够吗 这个鱼一定让大家吃的够 今天一到早我就到我们部落 在陈头目的带领之下 我看到陆慧光 陆慧光在哪里啊 还没有来啊 陆慧光这三娃 陆慧光在第一个三娃 我看头目啊 为了响应这个传统文化 还是带主人到鱼祠里面去撒鱼 去抓鱼 过去是大家到哪里 到海边 甚至河流 溪流那边去补鱼 这个最厉害的就是阿美城鱼 是最高招的 当这个泥水这个河流的水到这脖子的时候 它这个网子可以那么高然后撒下去 那网子还撒得很漂亮 因为撒网没有什么了不起 因为我也很会撒 所以我从小就很会撒网 因为我们家有这个椅子 那这个补鱼祭它特别这个意义啊 我想说阿美祖特别重视这个补鱼祭 补鱼祭它用是 过去我们的祖先 在部落里面啊 每次到这个大概这个季节的时候 每年啊 就带着主人到食堂 或者甚至到河流去抓鱼 抓鱼是阿美祖的专长 头目不过青年和工作人员 不管用炸的或是用祖的乌郭鱼 就是要把最美味的加油 分享给主人们以及在场的贵宾们 为了就是要延续阿美祖的传统记忆 不过主人们相续在一起 共同来延续阿美祖一年一度的补鱼祭的活动 记得继续节省报道